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八百三十集 扫 这一群人急忙扶起了金发男子 转身就要跑 偷背凌辱了 不跑干什么 当然 临走前啊 他们还不忘说几句狠话 你小子 你实力是不错 但我告诉你啊 别想着打如月小姐的主意 如月小姐是叙哨看中的人 等叙哨回来看你怎么死 秦辰本来还笑眯眯的 可是现在脸色却变了 轰了一下 他大手探出 直接将几人拦下来了 什么叙哨啊 你们给俺说清楚了 这几个人只是觉得自己嘴贱 为什么跑的时候还要说这些 现在只能冷横的 叙哨你都不知道 他可是我们这些被招了人中的最强者 五年前加入姬家的时候 还只是后期五行呢 可现在在姬家的培养下已经是九天五地了 之后必定是大放异彩之人 叙哨一直在追求如月小姐 我劝你还是低调一些好啊 秦辰目光一寒 叙哨 什么狗屁叙哨 敢喝安抢媳妇 看我不打爆他的狗头 他冷喝 好好 你嚣张好啊 你就嚣张好了 那个人冷笑 叙哨 叙哨现在不在西家 出去征战去了 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了 到时候 你就记着叙哨有多可怕了 好啊 那俺在这里等着 等那个什么狗屁叙哨回来 滚吧滚吧 秦辰一脚将几人踹飞出去 几个人不敢多说 爬起来一溜烟的跑了 他们说的叙哨 是叙东升吧 紫云仙子目光一寒 你认识啊 秦辰看过来 机甲最杰出的天将 当然认识 紫云仙子的 要说那叙东升 也是个人物 在加入机甲之前 就已经天赋异禀 是这五玉三重天 一个地级家族的天将 此人天赋极强 修为可怕 有一次见到如月之后 便一心追求如月 但以他叙加地位 如何能和机甲相比 于是 他居然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 投靠机甲 机甲对这样的天才 自然来者不拒 可岂知 此人在机甲培养下 实力突飞猛进 五年时间 便从一名后期武皇 直接突破 到了九天五地 把不少机甲之人 都比了下去 受到了机甲的重用 本来 我听说他追求如月 只是开开玩笑的 现在看来 应该是真的了 如果此人能表现出 极强的天赋 在未来五到十年 更进一步 还真说不准 会不会成功 紫云仙子 喃喃道 秦晨目光一冷 喊声道 什么旭东生 敢电哑的女人 等老子打抱她 九天五地 就很了不起的吗 紫云仙子 一个寒战 不知为何 他竟然在秦晨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浓烈的杀气 连他都有些忌惮的杀气 打抱旭东生 紫云仙子苦笑着摇着头 他承认 秦晨实力是不错 但是旭东生 已经是九天五地的强者了 秦晨再强 也不过是半步五地 会是对方的对手吗 毕竟 那旭东生也不是普通的人 而是九天五地中的天骄人物 实力自然不是那五玉 那些普通的九天五地 能比拟的 怎么 你不相信啊 秦晨转过头 紫云仙子没回答 指示道 听说那旭东生 还有两个十分可怕的手下 你想要打抱旭东生 恐怕 得击败了他那两个手下 秦晨冷横 刚准备说什么 突然目光一鸣 抬头看向了天际 搜地下 远出天际中 一道流光迅速掠了过来 却是一名巅峰武皇 身穿鸡家铠甲 迅速来到了秦晨身边 对着秦晨道 阁下可是铁牛 是啊 秦晨点头 我们鸡家长老阁 请阁下过去一趟义食堂 跟我来吧 那人说完 也不等秦晨回答 转身便走 秦晨明白 应该是鸡如日 汇报了之后的消息 自己能见到如月吗 他顿时冲天而起 跟着那人的身后 飞掠了过去 紫云仙子愁愁了一下 也跟了上去 在那位护卫的带领下 秦晨和紫云仙子 来到了秦家的义食堂外 诸位长老 铁牛带到 那护卫在门外恭敬的道 让他进来 一道低沉的声音 响了起来 充满了威业 是 那护卫拱手 秦晨当即好奇地 走了进去 而紫云仙子呢 刚想着跟进去 却被对方拦在了门外 紫云仙子无奈 只能站在门外等候 秦晨进去之后 顿时 数道可怕的气息 一瞬间落在了他的身上 只见到大厅之上 坐着几名强者 个个目露着精猫 浑身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这些人显然都是 秦家的长老 一身修为 全在九天五地的级别 有强有弱 但是无一例外 都是极为灵力的 远超一般的 九天五地强者 这是自然的 秦家好歹 也是五欲隐世世家 实力非同小缺 在几个人的下方 姬如日和姬如星 恭敬地站着 你就是铁牛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秦晨抬头 看到了大厅前方的 一名中年男人开口了 此人呢 身穿酱紫色的长袍 气度危言 身上真元之灵力 甚至达到了极度内敛的地步 周围规则之力 萦绕在他的身边 宛若是帝王一般的看来 中期巅峰五地 秦晨一眼便看出来 感知出了对方的修为 在中期巅峰 不过呀 比起秦晨当初在训练 营秘境中斩杀的 那两个中期巅峰五地 都要可怕 甚至已经是隐隐 接近了后期五地的境界了 前半 是啊 秦晨当即上前行礼 憨厚地说道 浑身气息内敛 如今秦晨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极其可怕的地步 特别是他还是血脉大师 和单道大师 刻意地隐瞒之下 只要是不动手 哪怕是后期五地巨步 也休想窥探出 他的真实修为 嗯 不错 几位强者凝视秦晨 只觉得秦晨身上气息浑厚可怕 散发出强烈的澎湃血气 不由得微微点头 论气息 秦晨比一旁的姬如日 都要可怕一筹 难怪姬如日刚才说 此人击败了墨家的墨前缘 大大涨了姬家的威风 本座姬岛园 岛山发生的事情 本座已经知晓了 听我儿吉如日说 你想投靠我姬家 同时将大道果实 献祭给我姬家是吗 那中年男子隆隆说道 声音不大 但是仿佛雷霆一般 在脑海回答 充满了眼 我儿吉如日 秦晨目光一闪 此人和如月什么关系 难道是如月的父亲吗 自己的嫌异岳父 而且这边仅有几位长老 虽然都是五帝强者 有初期巅峰五帝 也有中期五帝 但是连后期五帝都没有 显然这群人并非姬家 完成力量 而很有可能 只是姬如月有关职 心中念头闪过 秦晨嘴上道 伪前辈 俺的确是想投靠姬家 不过俺是听说了 姬家的姬如月的大名才来的 俺是来提亲的 这大道果实 就是俺的聘礼啊 大胆 放肆 对时几道怒吓之声响起 周围的几名长老怒了 道道可怕的气息 瞬间降临在了秦晨的身上 轰的一下 像是有几座大山铜石起来 镇压在了秦晨的身上 和姬家的前进 其实你可以随意提亲玷污的 有老者冷喝 目光冷烈 杀气令人 秦晨被杀气一惊 非但不惊 反而怒道 俺之前来就已经说过了 这野果乃是俺提亲用的 你们要抢俺的野果 他气势汹汹 这几大武帝强者的气息 居然窥然不动 浑然不受影响 体内气血更是激荡 如同一头洪荒猛兽一般 要震怒爆发 秦家几名长老目光一鸣 彼此对视了一眼 此子果然不凡 他们只是听到了 姬如日和姬如星的禀报 觉得有些好笑而已 一个山中野人 抢到了一些大稻果时 就想来提亲 取姬家的姬如月 这不开玩笑吗 因此先前啊 故意出手试探一下秦晨 可如今秦晨的表现 却让几人微微动露 他们这群人连起手来 哪怕是一名 出入九天五地的强者 都要变色 可秦晨呢 居然窥然不动 此子的天赋 确实惊人 没看一旁的姬如日 只是波及到 脸色都发白了 隔下息怒 俺姬家也不是不讲理之人 不过隔下来历不明 凭借几颗大稻果实 就想提亲 迎娶本座的女儿 不是可笑了吗 有唱黑脸的 自然也就有唱白脸的 姬道员摆摆手 那几名长老顿时收敛了气息 只是目光 依旧有些病了 还真是秦晨的便宜岳父 秦晨顿时恍然 看样子 这件事还并未在鸡家中 彻底传出去 这大厅中啊 都是和如月有关的人 呃 原来是岳父大人 秦晨顿时就喊了 姬道员额头一黑 岳父大人 这人脸皮这么厚啊 刚准备喝释 却听秦晨道 嗯 俺也不是来捣乱的 自然知道两情相悦这事 不过俺也听说了 姬家小姐姬如月 乃是姬州第一美人 俺只是想见如月小姐一面 这野果呢 算是俺见面礼吧 如果如月小姐并不忠意俺 俺自然不强求 秦晨说完 咧嘴笑了起来 这人怕不是个傻子 众人无语 不过也是听明白了秦晨的意思 他呀 拿大稻果实 也并非是一定要迎娶姬如月的 而是恐怕不知道 哪里听来了姬如月 是第一美人的名头 想来见姬如月一面 既然如此 那本座便可满足你 阁下只需将大稻果实交出来 本座自然会让小女见阁下一面 姬道远道 那可不小 俺这果实可是给姬如月小姐的 交给你俺见不到人怎么办 秦晨心底愣笑 这家伙把自己当白痴啊 大稻果实都交出去了 接下来哪有自己什么事 怎么会呢 姬道远笑呢 如月乃是本座女儿 本座只要开口 他自会亲自来见 那不行 一手见人一手见我 诸多长老 还是无语 这小子怎么这么执拗呢 难道我们还会骗你不成啊 姬道远也无语了 谁知道呢 阿娘可跟俺说了 这山外的人可坏了 千万不能随便被人给骗了 那姬如月如果真是你女儿 你直接喊出来呗 那拖拖拉拉干啥呀 秦晨呢 这 姬道远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哦 俺知道了 其实你们和姬如月没关系 就是想骗我身上的野果 嗯 得了得了 不跟你们玩了 俺走了 去找别的地方了 秦晨转身要走 且慢 他急忙喊住了秦晨 大家说怎么办 同时 姬道远暗中传音给几位长老 他们自然是不可能将姬如月 许配给秦晨的 不过呀 对秦晨身上的大道果实 却是十分的寄予 这种东西 对任何一个姬家弟子都有大用 自然不能轻易放过 导远呐 和他费什么话 一个爷小子而已 直接 啥啊 拿走大道果实便是了呀 一名长老冷笑传音呢 不讨不讨 如日说了 此此似乎是来自洛雪山脉的 若真是如此 其背后定然有强者存在 否则岂会这般可怕 某人出手 怕会银祸我姬家 另一名长老的 银祸便是银祸 那又如何啊 以我姬家现在的身份地位 还需要怕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人吗 哎 话不能这么说 若是此次真的只是一个野人 哪怕身后有些强者倒也无惧 可此人却是从 道山受日无日 邀请而来的 这墨家灯势力如果知道此事 别的不说 光是外面便有一个紫云家小家伙等着呢 今天我姬家正在广收天交 若是将此人杀死传出去 我姬家的名头岂不是彻底毁了 往后还有谁敢来投靠我姬家呀 这倒也是 大道果实虽然珍惜 可若是为了这么点大道果实 毁掉我姬家的名声 那未必有些得不成事了呀 更何况墨家若是知道此事 定然会大肆宣扬 这对我姬家必定有巨大影响 被老祖知晓的话 我等都要受到责罚呀 那你们怎么说 难道就这么放他离开 如月现在不在府邸 而且还在祖地闭关 我等可没权利让他出来呀